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本《吉联台地》的边界 吉联台地 英国金融时报执行主编 美国分部总编辑 哥伦比亚大学奈特白芝浩经济和商业新闻研究会主席 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 他曾获得英国年度记者 英国新闻奖 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马什奖 英国年度金融图书奖 并在2011年获得英国国家学术院院长奖章 写起如何打破工作和思想的股仓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自工业化以来 专业化一直是使公司更有效 更盈利的关键概念 通过将一个流程分解成更小的单元 并培训工人执行高技能和特定的任务 公司可以更快地生产出更好的产品 然而 正如你所看到的 部门和部门划分可能有些过火 对公司的创造力和灵活性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 但问题远不止于此 我们头脑中的股仓就像公司中的股仓一样多 是时候彻底打击它们了 这些提示将告诉你 我们如何以及为什么要先建立股仓 并说明了如果不能完全打破它们 采取什么措施 对其进行更好的修改 通过本书 你将了解到 纽约是如何让消防员更容易预测火灾的 索尼是如何在章鱼罐里陷得太久的 以及为什么Facebook坚持让新员工去训练营 股仓 无论是在商业上还是思想上都是普遍存在的 并造成了重要的沟通问题 股仓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结构 这些深而窄的柱子不仅存在于社交权 也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中 它们有害的原因有很多 一个组织中的股仓实际上会阻碍人们协作 在纽约市 不同的政府部门就像股仓 甚至连消防部门和紧急呼叫机械员 两个需要互通电话的小组 都不能把他们的无线通信调到相同的频率 当时 纽约市市长将加强各部门之间的联系 作为首要任务 他还推动了开放式办公的建设 确保消防部门 财政部门和警方调查部门 共享数据 以便能够更好地预测城市建筑的火灾风险 虽然在像城市管理这样的大型组织中 共享数据和合作是合乎逻辑的 但这更是一个挑战 人们倾向于在孤岛中生活和社交 选择待在特定的群体中 这些群体通常是由和我们相似的人组成的 随着商业世界变得更加复杂 我们也被鼓励进行专业化 例如 我们重视专家的意见 即使他们与其他领域的股仓一起工作 这些股仓也有积极的方面 它将我们的社会生活 工作场所 经济制度和机构分门别类的安排好 它还促进了问责制的实行 但是股仓有时候也会产生伤害 尤其是在工作场所 各个专业团队的成员最后可能相互较劲 导致浪费资源 或更糟糕的是误判了风险付出沉重代价 研究社会如何定义和分类文化 有助于我们理解股仓是如何产生的 从广义上讲 人类学是研究人的学科 社会和人类文化学测重于社会和文化 而身体人类学则测重于进化和人类生物学 这门学科在二十世纪分为两个领域 在此之前 人类学家们试图了解一个原始的人 是如何转变成一个更现代的个体的 在那时 非西方社会通常被认为是原始的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 人类学家开始对非西方社会进行参与式观察 认识到这些群体保持着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规范 这些社会制度和文化规范不同于西方模式 但仍以类似的方式运行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 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 曾在阿尔及利亚从事人类学研究 当他回到法国时 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 他和一名阿尔及利亚学生一起开始研究法国社会 他们发现自己对法国文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因为一个是局内人 一个是局外人 布迪厄在研究中发现 法国也有自己的文化教条 在他的研究基础上 布迪厄提出了许多社会理论 他假设一个社会的实际空间 人口和文化 是由其思维方式和分类系统决定的 没有人刻意创造这些模式 然而这些模式确实有助于维持社会阶层 此外 一个社会不仅由他所分享和认同的思想决定 还有他所隐藏的思想决定 禁忌 所以 社会塑造了我们 但并没有困住我们 如果我们选择这样做的话 我们可以反映出我们自己的文化规范 甚至可以克服它们 这些基于人类学研究的观点 深入了文化类别和社会视角背后的原因 更好地帮助我们了解 在现代社会的股仓是如何运作的 索尼的竞争是建立在其许多令人窒息的股仓之上的 日语中称为章鱼冠 为了提出新思路 人们需要有创造性的空间 与不同专业的人自由地交流想法 然而 股仓阻碍了这一切 大多数大型组织被划分为独立工作的股仓 使其难以协作或有效沟通 例如 日本科技巨头索尼曾是一家领先的国际公司 其革命性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 然而如今 这家公司已经经非西比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索尼公司于二战后不久成立 在发展壮大后失去了创新动力 最初索尼是一家小型而充满活力的公司 上世纪90年代初 新的领导层决定公司划分成专业的独立的经营单元 也就是管理顾问们常说的股仓 这符合当时的流行趋势 公司被视为规模较小 各自独立的集合 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资产负债表 然而这种转变使得独立的部门不太愿意承担风险 因为他们有了更多的责任 这也阻碍了部门之间的沟通 这就是为什么索尼在1999年 推出了三款不同的数码音乐播放器 每个设备都是不同的标准 因为每个设备都是由公司不同的部门生产的 而实际上索尼是在与自己竞争 一旦股仓形成就很难对公司进行重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索尼聘请了霍华德·斯金格 担任公司的首位非日本籍首席执行官 当斯金格告诉董事会 公司里有太多股仓时 他的翻译陷入了困难 因为日语中没有股仓这个词 起初 这个团队用日语将股仓称为章鱼冠 章鱼冠本质上是一个桶 章鱼一旦进入就不能逃脱 这张图片可以让员工更好地理解股仓的概念 但组织问题仍然存在 股仓内的狭隘视野 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公司的一个部门 不知道其他部门在做什么是很危险的 这就会产生问题 比如 无法正确评估业务风险 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 瑞士金融服务公司瑞士银行认识到了这一点 当时 他的股仓导致了公司的衰败 2005年 该公司成立了一个新的证券化部门 这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部门 把抵押贷款 包装成债券 并进行交易 虽然这个部门很小 但他的金融活动却是巨大的 这些债券也拥有最高的3A信用等级 然而 当危机袭来的时候 这些债券不再被认为是安全的投资 没有人想要买下它们 瑞士银行蒙受了巨大损失 如果瑞银的各个部门能共享更多的信息 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但各部门的员工并没有这样做 因为他们的薪水只取决于自己部门的表现 最终 由于美国分公司的一个股仓 瑞银损失了超过100亿美元 而瑞士总部的高管们对此一无所知 股仓还会使经济学家和监管部门 难以准确评估全球经济的运行情况 在关键时候出现了新的金融实体 并不适合旧的分类体系 这些新的高度资本化的公司不是银行 因为他们不办理存款和贷款业务 他们不是对冲基金 因为他们没有正式投资风险资产 因此 这些21世纪的金融实体 只被认为是其他金融公司 从名称和管理的漏洞中逃过一节 这也是2008年金融危机如此残酷 和突如其来的原因之一 每个行业都只专注于自己的领域 在每一个股仓里都是如此 股仓内的狭隘视野 阻碍了人们看到不断增长的市场风险 打破股仓 不仅有利于沟通 还可以帮助打击犯罪和垄断市场 股仓不仅存在于公司中 也存在于思想中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从自己开始打破股仓 例如 如果你是一个受过训练的电脑专家 这个专业可能会影响你的社交和文化 你可以通过在其他领域 分享你的专业知识 来打破这个股仓 打破个人的股仓意味着 能在社交和职业上 更多的与和自己不同的人互相影响 来自芝加哥的电脑专家 哥德斯坦 2001年在纽约遭受恐怖袭击后 决定与警方合作 他利用自己的技术 分析了芝加哥的谋杀统计数据 因为不同地区的团队没有共享信息 来密切注意黑帮行为的变化 哥德斯坦的技术帮助警方更好地预测了黑帮冲突 升级为杀戮的可能性 他帮助警察打破了股仓 同时也打破了自己的股仓 有趣的是 警方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往往过度使用股仓 如果各安全机构和基地组织成员的活动 能有更好的沟通 911世界也许不会发生 打破股仓还有一大好处 那就是让你赚很多钱 对冲基金阑珊资本提出了一个有效的 打破股仓的策略 该基金分析了不同市场 观察主要投资者 何时通过其活动造成市场价格扭曲 然后做空这些市场 该基金了解到 银行内部的股仓往往会激励交易员 从微观层面上看事情 但往往对整个银行没有好处 因此 有时银行各股仓内的交易员 会在一个市场内过度工作 造成市场价格扭曲 所以 阑珊资本在2012年陷入高度波动的信用违约交换时 在这一过程中损失了数十亿美元 阑珊资本一直关注着市场巨头摩根大通 阑珊和摩根大通的趋势并不一样 期间他为自己赚到了大量现金 脸书组织特殊的聚会和比赛 以保持其股仓强的渗透性 并不是每家公司都是沉默的股仓 例如 社交媒体巨头脸书 已经相当成功地避免了 在公司内部产生不可渗透的股仓 同时 也利用了集中专业工作的优势 脸书的所有新员工 都要接受为期六周的训练营活动 无论他们的级别或部门如何 他们都学习相同的知识 一起工作 互相了解 即使员工去了各自的单位 训练营的经历 也能使他们建立起长久的联系 脸书每周还举办利益会和社交活动 以确保员工保持互动和交流 该公司通过保持独立部门的自由和创造性工作 努力发挥股仓的积极作用 不允许公司过度分裂 脸书还有一个名为 Hank Amounts的制度 用来平衡低效的股仓 当一名员工在一个项目工作了一年后 他会加入其他团队约一个月的时间 被重新分配的员工中 约有一半留在了新团队 其余的则回到原来的岗位 当然 Hank Amounts需要花费时间和金钱 但他保持了公司之间的联系 交流更多的想法 还培养了创造力 脸书也知道 在大公司里 不同的团队往往会互相竞争 这就是为什么每隔六周 举办一次编程马拉松的原因 在一场编程马拉松中 数百名工程师聚在一起 专注于编码相关的问题 此外 编程马拉松的参与者 从不与经常和他们共事的同事合作 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 脸书仍有成为一个巨大的骨仓的可能 只有引入新人和新思路 才能防止这种情况 一个组织可以通过 重新定义分类系统和工作界限 来打破骨仓 当你去医院的时候 你知道哪里疼 但不一定知道 需要什么样的医生 消除这种疼 美国最大最著名的 克里夫兰医学中心 认真思考了如何打破骨仓 并进行了变革 该医学中心的首席执行官 迪洛斯·科斯格罗夫 主要从技术和经济角度 来判断发展进程 直到他听说 病人选择一般的医学中心 也不选择克里夫兰 因为他们觉得 克里夫兰的医生不够人性化 也不够有同情心 因此 科斯格罗夫开始打破骨仓 询问病人看中什么 并了解到个人服务 对他们的重要性 然后 他重新审视了医学中心的运行方式 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医学方法 他开始质疑医疗专家 用来评估其领域的分类体系 科里夫兰医学中心的调整 也不仅仅是精神上的调整 他打破了护士和医生之间的区别 称两者为护理人员 并创建了许多新的科室 专注于某一身体系统 比如头颈科室 这些新的科室 将来自不同领域的外科医生 和内科医生联系起来 这是变革的第一步 在此之前 心脏外科医生 从未与心脏病专家合作过 科里夫兰医学中心 之所以能够调整 是因为医生拿的都是固定工资 这在美国是与众不同的 医学中心仍然保持着等级制度 和不同的心经组别 但工资的稳定性 允许不同的内科医生 和外科医生 以新的方式合作 最终 医学中心进行了自我调整 以满足病人 而不是机构的需要 人类发展骨仓 是对世界日以复杂的一种自然反应 虽然骨仓也有好处 但它常常是我们对风险视而不见 并降低我们的创造力 因此我们需要在思想和社会中打破骨仓 当来自不同领域的人们一起合作时 就会出现伟大的创新 掌控住骨仓 而不是让它掌控你 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完全废除骨仓 我们仍然需要专业 通过定期重新审视 来重组我们的社会 文化和心理系统 我们就可以掌控骨仓 记住骨仓只在短期内有用 当它们固定下来的时候 就是危险的 好了 这本书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观看